刘仲敬議員 上一次我們提到,這個世界的上等人,文明里面的上等人,他是可以像長不大的小孩一樣自由地去開拓和探索,例如像狩獵、科學家的建模都是上等人的娛樂。 我又想到,其實我們現代社會裡面充滿了下等人的娛樂,包括不斷刷韓劇,還有一些網游,它不斷地吸引你的注意力,然後讓你投錢進去。老實說,我覺得這種東西都是下等人的娛樂。 我現在想說的是,阿姨能不能從歷史的觀點來看,從古至今下等人的娛樂有什麼共同性? 劉仲敬議員 實際上,他們都是很單調的。可能是感受的餘質的問題。比較好的娛樂跟原始部落的兒童、小時候在大自然當中玩耍的方式是相同的。 而现在我们称作为娱乐产业的东西,差不多在乌尔或者巴比伦这样的大城市都有一定的原型。它是为面包与禁忌养活的那些多余人所准备的那种占据神经空间的东西,就是像罗马人后来搞的那些粗暴的马戏团斗兽诸如此类的东西。 在亚伯拉罕时代的乌尔,他们搞的就是各种各样的像机器人一样的会走路各种许愿的神像和与其神像相对应的娱乐产业。 一个神庙本身就是附带着提供金融中心和娱乐中心那样的东西,金融中心为里面的生意人服务,然后娱乐中心为市民和外来的客商服务。 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它其实是窄化的作用,其实是反复刺激,抓住你的某一个兴奋点,像实验室的海豚一样反复刺激直到麻木,其实很有些电子毒品的味道,它不能够拓宽你的感受范围,比较像是一种温和版的毒品。 这种东西能够被称为娱乐,主要是因为它的针对对象是生活习惯极其狭窄,应变能力很低的那种人。 这种人在狩猎和采戒部落中间是很容易被野兽吃掉或者饿死的,因为你在打猎当中基本上打猎就是军事行动,随时都会有不可测的事件发生。 能够当领袖,能够自动地被淘汰产出当领袖的人是多多少少要有,一方面要勇敢,一方面要有经验,一方面还在这两者叠加产生出很强的应变能力,然后比较差的人就只能当一般的猎手。 如果完全只能够像上班族一样每天在固定几个点子走来走去的话,那过不了几天就要被吃掉了。 而只有在农业产生以后,专门从事农业那批,而且还不能是地主或者设计师、测量员,而且纯粹的体力劳动才是,你不需要怎么动大牢,每天那种家人出来到一个固定地区重复固定的动作,然后看看邻居怎么做,然后再有问题问问地主和祭司之类的,这样也能够混得下去。这样的人在原始时代是一定会混不下去的。 现在上班族的城市人口的生活范围是极其狭窄的,而且大学毕业以后基本上就没有什么需要运用智力的东西了。 即使他们在大学的时候可能还需要用点智力,实际上他们将来从事了某些固定的工作,哪怕是所谓的科学技术方面的工作。实际上他所需要的固定程序,例如说操纵下PCR之类的,你真正操纵我就知道了,他需要的程序比电子游戏还要少。 你在上大学的时候,开始学的时候需要动点脑筋,对于学会以后积架性利用几十年无意义的不变,其实认真说来,找一个能实质的高中生训练几个月也就差不多了。 如果你只是干实验员这一行的话,你真的是高中生就可以胜任,之所以必须要更高的学地,只是因为学地爆炸的缘故。 以前的话,如果是在卡文迪奇这些贵族自己做私人实验是自己为了好奇的话,那么他就可以让自己的管理系随便招几个农民来,替他打下手。训练了他几个月,这样的事情就能够训练成功了。 其他的需要改进实验方式,发明新的实验程序之类的事情,由他自己去动脑筋就行了。实际上,现代的科学技术人员大部分也是这种人。 当然,这样做的结果,能够适应这种方式而长期不感到烦闷的人,应该说他们自己的可能神经网络就是跟那种好奇心、冒险性比较强的人有点差, 因为可能是像是有些人吃盐吃得多,吃蛋了以后就会受不了的一样。有些人的血清素水平跟别人不一样,所以在脸皮厚的人觉得毫无感觉的地方,他就会非常敏感。 个人的敏感值是不一样的,可能就是敏感值和注意力集中时间比较短的那种儿童长大以后才能够长期适应这种生活方式。 但是反过来说,能够适应这种生活方式的人,他不能胜任太大的刺激。因为说同样的刺激对不同人是不一样的。有些刺激对冒险性比较强的人是一个开启封印的过程。 不开启封印,他跟常人没有什么区别,开启封印以后,他原先的潜力会激发出来。但是对于天赋比较薄的人来说,这种刺激就是过度的刺激。 像越南战争或其他第一次现代的人在战航里面说的过度刺激的人一样,回来以后就变成半吃半呆,对什么事情都忙不不得。 因为他把他自己关在一层硬壳里面,过度的刺激,使他无法承受,因此他启动了自我保护措施。他关闭了自己,在自己和外部之间设计了一层硬壳。 这些硬壳使得他除了最简单的活动以外,对其他的活动全部刺而不见,像一个缩进乌龟壳里的乌龟一样堆在世界。 如果自己的荣誉,可能这种东西代表的是神经网络的荣誉,荣誉不足,在过度刺激承受不住的时候,这种保护性的方式就是自然而然的态度。 但是这种态度像是毛毛虫在树上掉下来以后蜷缩起来的那样,那样多半是会被鸟吃掉的。 在大自然当中,这种等于就是相当于是残疾人一样的发育不全的类型,基本上就不存在了。 原始部落里面如果有残疾人存在的话,一般都是某一行的专家。例如,瘸子一般是铁匠,理由大概是因为他不能出去打仗或者打猎,所以和骂史诗里面的火神和兵器匠之神,他的形象是一个瘸子。 私人一般是盲人,理由也是这样。虾子外面的事情干不了,但是他的记忆特别好,所以特别适合以背诵传说或者割药之类的。 如果你是虾子或者瘸子,同时又没有特长的话,你估计就是死定了。 而从事单教性工作的大部分工作人口,基本上就是原始部落里面会被除掉的那种人口。 然后他们在单教的生活当中能够接受的娱乐,他们的平徒也是很单教的。 只是比他们日常生活刺激强度稍微强一点,但是波浮的宽度不能超出太多。超出太多,他感到有强烈的威胁感以后,他就不但不能感到娱乐或者放松,反而会感到紧张。 人类在超出自己领会范围的事情,接触太多了,首先是感到紧张、呆滞,一举一动都不自然。 像是奥斯丁小说的那种初入社交场的深色少女那样,再强一点,然后发现这种东西是自己应付不了又逃出不了的,就会像是战壕里面炮弹震荡阵的患者一样陷入呆暮状态。 这种频度是不一样的。可以想象,一直在打猎的贵族,一直在打仗和从事败交活动的贵族,他们能够承受的频谱更宽一些,但是他们承受的能力也不会是无限的。 同时,现在的上班族从来源上来看,基本上是过剩无产阶级的产物。 他们能够享受到古代帝王享受不到的物质生活,但是他们的祖先,在不多几代人,顶多二三百年以前的祖先,恰好就是我说的那种从事简单田间劳动,不太需要动脑筋,动脑筋是由别人去承担。 同时,寿命也很短,靠着吃土豆或者其他的玉米面包之类的低等食物,勉勉强强强度日。 这种人进了城里面以后,生活水平变得可能跟其他人相差不远,但是他们能够胜任的冒险范围并没有很明显的表现。 因此,他们喜欢的娱乐,像乌尔城的那些神庙、罗马的面膜与禁忌、像现在的电子游戏和在网络产生前吃着的老虎机之类的,这些东西都是为他们所设计的。 一般来说,人在不适合自己的环境中是待不久的,如果有余力的话,他会自动地突破、尝试,然后尝试到发现周围的环境没有抵抗力的时候,就很快地突出去了。 所谓毛遂之间的那篇故事所谓的贤者出事如追处狼,就是说他会把那个口袋扎破。一般来说就是这样的。要么他扎破了,扎错的方向就变成罪犯了,要么扎罪的方向就变成冒险资本家或者吃什么东西。 像莎士比亚那样,他在自己的乡海里待不下去,会偷路干什么的,跟当地的地主老爷发生冲突,然后就只有闯到伦敦去混日子。如果能够一直在田里面能够混得下去的话,那就不是莎士比亚了。 所以,这个自动的淘汰机制还是会发挥作用。你是什么样的人就会喜欢什么,然后你就会感到相应的环境对你来说是如鱼得水的,周围的人跟你有比较共同的理念。 如果天赋的阶级不一样,看问题的时间线不一样,喜欢的东西也会不一样的话,那么过不了多久,双方都会觉得对方不合理喻。 而且,行善会被对方看成是扰乱自己原有生活方式的捣乱活动。最后的结果就是,双方一定会还是在按照简要石英的古老之后,以门当户对的方式重新隔离成为户部相老的赤条圈,大家才能够困得下来。 至于商业家开发出来的各种娱乐方式,当然都是从需求上来看的,各种不同的人都有不同的娱乐方式。 一般来说,上等人是不大需要开拓的娱乐方式,他们会搞出各种方向走板的东西来,例如像是维多利亚时代的食人俱乐部之类的,而且可能有某些战争和外交行动根本上就是诸如此类的娱乐合同。 像中世纪时期,菲利普二五十多用来打约翰王那一次,其实本来就是像现代运动会一样,欧洲法国各地骑士和欧洲各地骑士的比武赛会,谁赛赢了可以得到锦标和美女之类的。 打着打着,菲利普国王本来跟英国国王都一直是世仇,曾多曼迪克·查理的一直是世仇。 然后,正在这个时候,他突然听到约翰王为了兼并布雷塔尼领地,杀了他的侄子亚舌,立刻就眉头一皱记上心来,跑到州那儿去对参加比赛武士了。 你们不是都是最讲究的骑士精神吗?现在就有人干了坏事,我们要不要去行下仗义一下。 于是,就有一波正在想准备摩权插党的准备比武的武士跟着他去打仗,这样他连自己军队都不用动员,法国自己本来是没有充分的军队。 他用欧洲各地骑士组成的比武军队去垂手不及地打了约翰王一下,而后者根本没有想到会有这一招,结果就被他打败了。 这就是他自己为自己找来的一个乐子。对于下等人来说,上等人找出来的这些乐子有的时候是非常残酷的,但是在人类的全目的意识当中,这样的事情其实是理见不宣的。 主持人,您刚才说的好像这是一种类似自然选择,你会喜欢什么娱乐,什么人玩什么鸟,可是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避免我们自己的小孩子去迷上这种非常单调的娱乐? 主持人,那就是从小开始让他有比较丰富的环境。口味比较丰富的人,一般来说很容易厌倦单调的东西,他会自己去找各种新鲜东西。 你不能训练他,我以为这种性格是由比如说水稻种植区文化或者工业学徒文化之类的东西搞出来的。这种文化的用处是什么?你只要肯干听话就行了。 如果喜欢捣乱而聪明的话,反而不见得是好事。你只要肯干听话,乖乖乖跟着走,有你一碗饭吃,多了事情你就不要考虑了。 尽可能在他小的时候就打他,严格训练他,把他多余的好亲或持人出去都给挤到了,然后培养出来的人,淘汰产出来的人,渐渐就变成这种品种了。 您上次有发过一个推,就是说我有生孩子跟杀人这件事情是不可以让别人代劳的。我们杀人这件事情是统治权的实质,我们已经讲过很久了。 可是生孩子这件事情,我记得全世界已经有很多国家已经承认代理育母这件事情。可不可以告诉我们说,在以前的世界,有没有类似代理育母这样子的机构或者这样子的制度? 刘仲敬 保姆这样的职业自古以来都有。但是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制度性的问题,就是保姆到底是谁呢? 如果按照欧洲贵族规矩的话,一般来说,王后的侍女也只有贵族家族的女性,像安妮柏林这种人,在她没有当上王后以前就去当王后的侍女。如果王后生了孩子,她就很可能当上保姆之类的官,像是贵族的女修道院一样,也必须是跟王后阶级差别不太大的人才能够担任。 因为保姆对小孩子的影响,有的时候从表象上来看,比亲生父母还要大。如果像东方人一样用太监和奴隶来养小孩的话,那么结果很可能养出来的孩子反而像是无产阶级出生的太监,而不像他们的父母。 而且因为太监自身的信心里不正常,所以王家的小孩反而特别容易养伪不欲或者如此类的东西。 欧洲贵族或者王公的孩子,他们的侍女一般是四等贵族的女性,而他们的小孩也是稍微一长大就要放出去自己去骑马射箭之类的。 孔子时代贵族子弟的教育,所谓的要射箭、要驾驶马车、六翼之类的大概也是诸如此类的活动,后宫制度、太监制度和奴隆充当保姆制度实际上跟建筑制度的整个文化是相同的。 因为建筑本来就是像朱元璋这样的无产阶级冒险家,然后他得到的仅仅是富贵而已,然后富贵就体现于大量的女人、大量的太监和大量的奴仆。 而从文化教养上来看,皇室的文化反而还不如民间一些书香门第的士大夫阶级,是以不学无术和淫乱残酷而读生的。 待遇母亲的问题,我相信就是,他其实是沃森那种中兴法则以前时代的那种硬遗传主义的想法。 例如最近沃森不是说那些被左派说成是种族主义的话吗?其实那些话他反映的是中兴法则以前遗传学见的普遍看法。 1970年代以前普遍的看法都是这样,所谓中兴法则我们都知道什么东西?就是硬遗传,DNA决定RNA,RNA决定蛋白质。 这个方向是单向的,不能倒过来。但是现在就因为原病毒已经发现,RNA倒过来和横向的DNA转到已经发现,中兴法则实际上如果不是作废的话也需要严格的修正。 这些话体现在具体的方面上,其实非拉马克意义上的那种环境遗传是广泛存在,而且跟纵向的遗传交织在一起,形成网状结构,彼此无法分割的。 就是说,如果你把你的精子和你妻子的卵子放在第三个女人的子宫里面,那么实际上它不仅会有你们的特征,而且会有那个代孕母亲的强烈特征。 因为这涉及子宫诱导和横向影响的问题,你自己最看重的某些特征很可能会体现出那个代孕的特征,而不是你自己所产生的特征。 至于哪些特征会诱导出来,哪些特征诱导不出来,这只能说是一个谜。你只能说这里面存在一个网状结构,但是我们知道复杂结构系统的复杂性超过了一定值,那就是人类预算能力所不及的。 你根本不可能预测某一个复杂度到达一定程度,比如说像夏威夷某一个岛上某一个生态系统的发展,那里面的物种数目之多,争取各种虫子数目之多,超出你能够计算的范围。 你不可能像教科书上讲的经典达尔文案例,什么山叶草那些只有三个物种的案例来说,那些几百万个物种,其中包括很多你不知道的微生物和昆虫在内的生态系统是怎么样研发的,你不知道,你无法预测。 这是只能事后解释,不能事前预测的。遗传的网状结构也是这样的。人类DNA遗传那么长,它的信息量就像是由几万个或者几百万个单词组成的一本书,而且单词和单词之间没有界限,字母和字母之间断据标点符号打在哪里是随时可以改变的。 同时,由于诱导的缘故,你也不知道哪一个片段会被挑出来假激化一下或者是什么怎么样,结果就会产生出跟原来不同的特征。 而环境诱导很可能是横向刺激的结果,例如巨大的恐惧威胁或者是其他的,传统所谓一度被科学家认为是不科学什么胎教,说是母亲看到了什么什么人或者是听了什么什么音乐或者受了惊吓,怎么会影响了胎儿之类的。 在1990年以后的科学看来,结果反而被证明是死有其事,是完全可能发生,而且发生了以后还是可以传戴的。 在这种情况下,老实说,你苦心昭义地去把自己的卵子冷冻起来或者是怎么怎么样的,其实最终付了很大的成本以后,造成的效果很可能跟罗马那种一个三十岁的元老到军队里面去找了一个五十岁的大将来说,你是我的义子。 将来你打了一场圣仗,而我的儿子不一定能打圣仗,将来我们家光宗耀祖全靠你了,我的家庙托付给你了。 我另外准备一匹斯坦给我自己倾下来,让他们花天酒地去,但是我不知道他能不能打的,而你的军团能够为我们光宗耀祖,将来我们家全靠你了。 这两种做法当中,很可能还是罗马那种做法更靠谱一些。他需要的成本更低一些,达到效果的可靠性反而更高一些。哪怕是这个养子的年龄比理论法律上的养护都还要大。 我完全理解,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代理育母这件事情,它其实只是一种技术手段,它并不能够替代我们真正分析的阶级这个概念。 比如说罗马人的阶级概念就是为共和国而征战的英勇武士,那么最可靠的人就是已经有战绩的老将。 最近有一个网友在跟我讨论一件事情,他讨论的问题我们集中到最后,就是说我们知道人性比理性还要大。 所以人性并非理性也并非不理性,而是人性单纯就比理性还要大。 而且你之前也说过,理性各种不同的理性,包括我们现代所谓的理性,哈里巴时代的理性,还有阴咒王时代的理性,可能都不太一样。 理性是有边界条件的,你认为人类能不能去分析理性的边界条件,或是能不能预测在什么环境之下会产生什么样的理性? 主持人类能不能预测不了,因为我们自身在理性之内,就是说不能反过来去谋杀自己的祖母或者替祖母换一个丈夫,那样就没有你了。 你如果认为你的祖父不够好的话,可以让祖母改嫁一下,但是那样的话就不会有你了。 但是你可以分析现象,这种方式就像是一个小孩子在渐渐长大的过程中间开始推测自己的父母是什么样的人。这种做法是可以的。但是这种推测是你在天花板底下摸天花板的方式。 例如,我可以说现代的理性概念,尽管它可以完全不接触宗教,但它实际上跟中世纪的经验哲学有极其密切的关系,是中世纪神学家搞的那些异常细节细密化的逻辑分析方法制造了近代理性的边界。 尽管你在使用这个理性的时候可以终生一点不接触任何与神学有关系的地方,就像你不用跳起来去够你头上的天花板和灯一样,但是这个天花板是存在的。 是这个天花板它是方形的还是圆形的就铸造了你自己的世界观,而你通常是碰不到这个世界观的边缘,你没有必要。 就像你住在一个岛上一样,比如说你住在布列甸那个岛上,你不会每天出去跑到苏格兰最北端,然后再跑到威尔斯最西端绕岛一周。 你经常是住在约克郡,从来没有见过海人,只是理论上知道英国是一个岛而已。 你的理性就是这个样子,它的边界你只有在极端恐惧、疯狂或者诸如此类传来的,才会偶尔接触得到的边缘。 而这个边缘它是方形的、常犯的还是什么形状,是怎么样住到的,大多数时候你都不知道的。 而现代理性的边缘,明显就是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家,在他们搞那些被后来启蒙主义的嘲笑为针尖上可以占多少个天使之类的无聊问题,不管是不是无聊问题吧,在这些智力超或者是逻辑演练当中制造了一个世俗版的相当于康德物质体的去玄学版、世俗版的天化版和边界。 现在我们所谓的理性全都是从这个模子里面制造出来的东西,因此比如说它就跟英宗王时代的理性不一样。 英宗王时代的理性显得包括这样的东西,我在我自己的坟布里面排列一下做了怎么样怎么样的排列,它就具有某种诅咒性的效果,除非你扒了我的坟,或者没有办法避免这种效果。 或者我在天文台兼巫术台上做了一些法术以外,就可以对远方的军事学行动产生诸如此类的影响。 全世界大多数原始部落都有类似的东西,比如说你以某种姿态,东徽的铁匠部落以某种姿态跳舞或者燃起一个火把从火把上跳过去,其正确和错误的方法对你儿子将来炼铁的质量有很大的影响。 就好像是科学家在做实验的时候,不同的实验程序会导致不同的结果一样,做错一定要重来,要不然后果非常严重。这些东西就是他们的理性。 主持人说,鲁迅写的《阿Q正传》,阿Q正传显然是相当入华的一本书,他的意思说中国人就是这样,而且现在我们看中国人还是这个样子。 我们知道李敖、柏阳、台湾的某一些启蒙这个世代的知识分子其实也是继承这样的传统。那你觉得,第一个问题是,我们现在这样的访谈算不算入华? 李敖、柏阳、柏阳及启蒙,启蒙本来是个没有定义的事情吗?没有定义,那你就随便怎么样定义就行。首先我们要定义一下什么是华? 华这个车本来的意义是高门、贵胄的意思,就是有文法、有身份的人算华人,到最后被搞成现在这个定义。那显然是近代民族发明学的一个分支了。 它产生出来的本身就是有政治目的了,而且华人这个车产生的时间比汉人这个车产生的时间还要晚。 可以说是,在张采言他们发明汉人这个概念,眼睛里只有满洲人蒙古人的时候,华人这个概念还不存在,他们没怎么把武厅方和南洋那批人当作自己的亲戚,认为他们好像不存在一样。 当然,这是因为发明汉人这个人,大部分人是吴越人,对于他们来说的蓝蛮人很难说得上是自己人,而华人这一拨人是广东籍的国民党人发明出来的。 这具体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很依赖南洋的马来一带的捐款或者赖带的帮会支持,而用华人这个词可以产生一个重心转移,就是夏威夷或者马来西亚的这批帮会可以比吴越士大夫在组织上占一些上风,而且同时边界还能够包括清帝国十八省的所有领土。 这样一来就最好可以把他们的主要金主和他们寄予的主要领土都画在同一个共同体里面。 如果按照张太炎他们的发明方式来说,汉人跟吴越人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它体现的是一种吴越士大夫知识分子为核心统战和统治十八省,像法兰西领导所宣示在所有拉丁国家一样,把荷兰人、湖兰人、广东人都领导起来的这基本模式。 广东以外的,那就不算是自己人了。这个发明方式对于广东人来说显然是非常不利,而好战的湖兰人显然也不会满意。 实际上吴越人能够站得住脚的时候,实际上是靠的是满洲人的铁蹄,而他们要推翻主要目标又恰好就是满洲人的铁蹄。 这是自古以来武力不足而又偏要寄居统治权的知识分子不可克服的重点。他们想要反对的力量其实既限制了它又保护了它,如果推翻了它们的话,它自己也会一起倒下来。 但是这一点他们多半是不知道的,他们觉得自己是老二,就把老大看成了主要敌人。不考虑一下,如果你自己不具备武力的话,老大倒了以后,你连老二的位置都维持不住了。 主持人 您刚才说,华这个东西在现代是一个政治操作跟民族发明的标的,所以现在你认为不管是推特或者是脸书或者是其他报章杂志上面这种针对华人不友善所谓的入法的群体跟言论,它背后有真的政治的影响力还是它是一个散漫的结构性的力量而已? 主持人 当然是什么样的结构,任何东西都可以带有侮辱性,全看你自己的感觉了。例如,对英国效法经常让老处理开刷,因为据说老处理敏感性特别高,你不知道说什么话,别人不在乎,他会认为是侮辱到他。 主持人 一件事情有没有侮辱性,就像阿柯不能听别人说灯这个词一样,因为他是秃子,其他人不容易想到这些,所以很容易提到灯,然后被他认为是侮辱了。 主持人 你认为什么东西是侮辱的,就是说你的伤痛在哪里,那是完全散漫和不确定的,别人是遇见不到的。 如果说当今世界上有什么禁忌的话,那是因为相应的政治活命团体实力很强,把这些禁忌传播的范围相当广。 实际上大多数情况下,在日常交流中间是不可能避免的,但是当然你可以从中开发出政治利用价值来,至少可以开发出绑架性或者反绑架性的价值来,可以把目标团体离间出来或者推出去拉过来诸如此类的做法。 例如,你可以把美国法人通过法人这个概念离间出来拉出来,把它变成中国的第五宗队之类的,在海外,例如在国民党有极大势力范围的那些晚清华侨、月侨之类的,在哥斯达尼加或旧金山之类的堂口拉到共产党手下来,或者是把缅甸在抗战时期是属于国民党系统的吐司借此机会消灭掉。 我认为共产党的安全机构干的主要就是这个工作,表面上看上去被那些永远是外围和受人利用者、死大学生看成是口角租出处、体现了你说了什么不说什么的,骨子里面的技术性结构也就是这样的。 其实这是一个持续了几十年的战略,它体现于组织结构严密的列宁党特务机构和旧式的三合会三点算是一种帮会式国民党外围组织之间的半全球性战争,因为华人还没有资格算是一个半全球性战争。 从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和南一阳就开始,一直搞到现在,其基本方式都始终是国民党节节败退,原来组织比较松散的帮会性结构一个一个被组织严密的列宁党攻破。 但是由于他们分散的范围比较广,到现在还没有被它完全吃完,但是我觉得离最后吃完的日期已经是不算太远了。 至于史大学生搞的那套,老实说,史大学生自古以来搞的都是最损害自己的做法。 像加拿大那些史大学生去跟藏人闹事的话,那么结果就是他们自己逼了业会是自己在加拿大混不下去的。 就像他们那时学生会的选举一样,结果是保守派支持了伊斯兰教的候选人,而自由派则支持了藏人和台湾人的候选人,显然是无论哪一派都会轮到你头上。 而你自己一闹的话,证明在保守派看来你是共产党,在自由派看来你是种族主义者反对多元文化的。 然后你回去,那你就跟以前毛泽东时代回到解放区的那些知识分子那样,你在英国美国是左派,你反对麦卡锡主义才回去了。 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你是一个典型的资产阶级分子。 你不用说你是怎样的,游型示威反对美帝出兵越南,那些东西广大平下重的根本不知道,他们从你老婆身上用的香水器位就准确地发现你是一个地底道的资产阶级,你如果不是资产阶级是绝对不可能用那种香水的,就会这一点就会把你打倒不克。 等他们回去以后,绝对是主要的侵犯对象。我们要明白,世界上也没有多少真正的资产阶级是什么事情都管的。有很多被赖在希特勒身上的事情,其实是德国屌尸阶级的嫉妒心所造成的。 跟希特勒的政治的目的没啥关系,希特勒只是顺与推舟。有很多事情跟毛泽东和江青是没什么关系的,就是广大在赤瓶中度日的贫下中农和比贫下中农日子也好过不了多少的红巨党贫下中农干部的嫉妒心造成的。 对于组织来说,你回去以后,你没有利用价值了。你在那儿的话,你仗着一个养学历,跟土干部和盐干部土别之后的真位,他们肯定要想办法整理。 他们有没有你的学问不好说,但他们有你没有的关系和地下网络可以整理。而他们可以发动广大贫下中农的记录心,然后又是广大贫下中农看到,打倒你们可以获得贫下中农在地主小姐的牙刷上打鼓的那种快感,还可以分到一点实惠的话,你就很容易被打倒了。 然后,你在这种很容易两面不是人的情况下,你还做了很多确保你自己将来一定会落到两头不是人下场的事情,那就是叫做自作孽不可活。 但是话又说回来,从武士运动开始,世俗教育系统,就是由蔡元培、吴志辉这拨人开辟的世俗大学,也就是相对于过去晚清传教士那些圣约翰大学、协和大学、华西大学那些教会大学,开辟出来的新世俗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发挥的作用从来就是自杀性的。 自杀的时间周期是极短的,他们所做的事情一般来说就是确保自己在晚年的时候要倒霉的那种事情,现在的时间快到确保自己一毕业就会倒霉的那种地步。 所以这就叫做,你爸爸是抢劫犯,你一定会变成杀人犯,也就是说,如果你顺着错误倒得走的话,越往后走,你的下场就会越惨,报应就会来得越快,这一点可是千真万确的事情。 我觉得现在他们在加拿大这一代人大概就是最后一代人了,没有下一代人了,因为他们已经做觉到能够确保自己毕业以后就混不下去的地步, 而再往下就只能是还不到毕业就混不下去了,但是等到那一步书大概也就该全面排华了,所以就没有下一步了。 主持人 您在上一次巴蜀的讲座里面提到,共产党在四川,巴蜀的军队进行剿匪战争的时候,共产党使用了超限战的手法, 就是利用平民甚至妇女儿童来做破坏和颠覆的部队。那你认为,既然现在整个中国境内的这些生态已经恶化到这种程度,那下一波动乱来临的时候,这种超限战争战争会不会再出现? 不是再出现,而它一直都在了。至少等到共产党在1950年以后,通过土改之类的把农村的结果打散以后,实际上中国始终处在超限战的状态。 就是说,你实际上随时都会遇上任何人不得手段的攻击。像是奉天的下允工人让老婆出去卖淫这种事情的话,之所以能够做得这么自然,也是列宁主义化以后才会这么充分的。 而农村的老人之所以会被迫拿绳子、农药和水当作自己的儿子,也是超限战争战争战争战屋结束结果。那些老人不见得是什么好人。按照托尔干们来说,自杀者全都是想杀人的送过你们,这个是绝对不假的。 他们的自杀已经是因为他们变成了社会中最弱者,变成了一切依赖于自己的老人,所以也只能自杀了。 照他们的年龄结构的话,他们多半是干过至少按传统儒家社会的标准是各种坏事的,而共产党的解构性就是体现于它把社会结构搞垮了以后,所有的理论上的共同体都是外向的,就变成富的。 就是说,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你要防止你老婆出来揭发你,像张贤亮那些文革知识分子写出的商场文学,你要害怕你老婆拿着你的笔记本,用你的笔记本里面写出来的画,证明你不忠于党、不忠于毛主席,把你流放到干涉或者其他什么地方去。 你只有依靠组织,利用革命的各种大义名分或者说在你老婆上的岛路里来压入他。反过来,你老婆站在她的理想,她如果抓不住你的把柄的话,她也要随时担心你会揭发她。 那么这样的家庭是不可能具备传统家庭所谓的,我们内部的关系与外部要好,我们要团结起来对付外长的方面。 他们在平时的时候就是随时都用组织来恐吓对方、来威胁对方、来维持自己的统治和相应的地位的。 而组织上会利用丈夫来对付妻子,利用妻子来对付丈夫,是他们和组织本身就无法预测的。 只是日常的情况下,他们都在相互告密,收集对方的黑材料,把对方如何不忠于党、如何在私下里说领导坏话的秘密、通知领导或者其他什么样的人。 这样的事情其实就是在江泽民时代的国有企事业单位组成的社区里面仍然是极其常见的事情。 那里面的家庭的气氛就是跟中国本身一样,好像大家都在等待着出现一个外国侵略者,你要比对方更快的速度投到满洲人脚下去,带着满洲兵来杀你的对手。 满洲兵下江南的时候,方国安和朱大典就是用这种方式来保卫自身的。他们如果相互信任的话,即使会打败也不会败得那么惨。 但是他们都预见到了,对方如果抢先一捕投降清兵,带着清兵来搅他的话,他有点吃不消,所以最先跑去投降,让带入党那批是占了便宜。 这些呢,那也是共产党在开始的时候摧毁儒家宗族或者其他社会组织的时候采用的手段造成的。 它采用的手段当然就是,如果你是老板的话,我发动弱势集团,有可能被你欺负那些人,例如你的工人、你的姨太太。 你如果有姨太太的话,姨太太会不会觉得在郑太太面前总是吃亏?那我们发动她一下。我们告诉你,姨太太,你是丫鬟出生。什么人是当丫鬟的呢?你是穷人啊。 郑太太是什么呢?是大家闺秀小姐啊?你们有阶级矛盾啊?你知道你为什么这么多年一直吃亏受气,你的儿子也一直吃亏了吗? 那都是一阶级斗争的缘故,你以前愚昧啊,你受了剥削阶级的剥削你还不知道,现在我们来解放你,你是要跟我们走,你就可以获得解放。 然后她一揭发,他们家就给抄家了,然后大家都倒入雷。但是这时候她已经没有办法互退了,因为郑太太和她的儿子绝不会饶过姨太太,她要防止回了家遭到郑太太这些子女的报复,只有依靠组织的保护了。 只有组织的威胁才能够防止被叛者在自己的原先共同体里面遭到报复。例如具体的,比如说这些事情就是我自己家属里面,我知道的事情。 例如说,以前曾经提到我家属里有一拨投奔了国民党的人,闪电式的,当了国民党军官的人,见识不妙的时候闪电式的,投奔了共产党,带着共产党的飞机和人马回来剿灭它以前的同族。 而原先那些没有辩解的人当然把这些人看作是叛徒。这些人等到他自己退伍的时候,比如说他们要自己回家的时候,他们必须给组织保持密切关系,防止他以前的族人来报复。 这种事情还可以翻到更深一层次。任何一个家庭或者任何一个小共同体内部,你要打垮他的抵抗,都要从内部搞出告密者或者诸如此类的叛逆人。 这些判例最合适的对象也是传统的弱势,例如妇女儿童之类的。性别结构通常就是反应阶级结构的,而儿童在他接受训练的那一阶段,他很可能是痛恨他的管教者的。 如果你继续把他解放出来,他打脑袖或者打架了,他会感到你才是真正解救者。等他以后尝到饥寒交货的滋味的时候,那时候肯定已经维持太晚了。 而且那时候仇意已经接下了,他为了自己的安全起见,他必须得一直维持相互斗争。虽然他自己不见得是组织能够信任的人,但是有他存在,组织至少可以保证组织没有敌手了。 例如,在以前土地改革的时候就出现了这种现象,贫下中农一开始,适时抵抗了解放军,绝对不肯接受分土地,然后分到土地还要送回去,必须脸打带骂,再披露一大批坏分子、枪笔及反抗分子才能够震住。 那时候为什么他们这么做呢?因为他们的想法跟共产党不一样,他们不觉得地主收我的猪是剥削的,他们会觉得留老地主跟我留贫下中农之间是族长和除名之间的关系。 我给留家中治的土地交一些粮食,就像是美国人跟美国军队出钱一样,留老地主拿的这批粮食和钱粮是给我们留家办学校,办学的学校是给我们留家子弟,包括我自己的儿子上学的,不会给王家或者张家的子弟,我等于是该给自己出钱。 留老地主拿到钱不是剥削我的,而是我们留大家族这个儒家共同体的,他就是我们这个共同体的政府,他是负责保护我们的。 我怎么可以去破坏我自己的政府,让王家、李家、张家占我们便宜呢? 但是反过来,等到留老地主被枪毙了或者是威蜂被打倒了,不仅留家、李家、张家所有的家土地都被分了、宗族都被解散了以后,他自己得到土地了,他就会看到留老地主的儿子将来长大以后,看到他的父母在我的父母手里也受到劣劣,他肯定会报复。 为了避免这个报复,唯一的手段就是斩草出戈。因此他们反过来,同一批人在1950年代抵抗解放军、坚决不分土地的那些人,在1956年会坚决要求把地主的子女斩草出戈。 不能像共产党的政策那样,把他们留下,剥夺了土地之类的作为黑鲁内而留下的活动,不行,要在文革时期。文革时期是什么?就是政权解体,大家都知道解放,像核青年描会的道歉那样的吐杀,那是违反政策的。 不是毛泽东或者将军让他们的吐杀,而是当地的贫下中农,当然被杀的不仅是地主,但是都是国民党军官或者其类的,以前被打倒了,被他们伤害过,但是又没有被杀掉。 他们害怕这些人将来有朝一日,因为他们的文化水平之类的还是比一般的贫下中农高一级,将来卷土重来,会报复我们,而共产党不让我们杀他们。 现在共产党权威倒台了,我赶紧把他们杀掉吧。像广西那些把地主全家推得坠崖了,像核青年说的道歉大叔,杀十几类和多少人,其中包括地主、资本家、国民党军和朱日水人,全都是被共产党打倒的,但是被共产党认为还没有必要杀了起来。 但是,得了他们好的处,按照传统标准来看,你是忘恩负义、恩将仇保、将来不肯得到缘那些人,特别感到有必要斩草除根。 而同一批人为什么原先连分地主土地都不干,然后现在却反过来要非要把地主杀掉全家呢?那就是结构发生的变化。 对于共产党来说的理想的结构是什么?两样都不是。地主统治了贫下中农,贫下中农认为地主是我们的中处长子,要带着我们去刘家团阶级打张家和王家的时候,刘家的张家和王家的债子都是曾国藩乡军的促行。 某一个在地长大以后就是现成的曾国藩、刘敏传。就算是不长大,也会严重地妨碍党委书记对当地的统治,不打掉是不行的。 但是反过来,如果让贫下中农把老地主给杀掉了或者杀了全家,那也是不符合党的利益。 这样一来,杀掉了地主全家的贫下中农,自己形成一个共犯结构。他们可以形成自己的领袖,他们不再有敌人。他们像赶走了法国人的美洲殖民者不再需要英国人一样。 他们觉得党委书记在这儿是多余的,只会向我们要粮要款,我留着你干嘛,我不再需要你了。党委书记需要什么呢? 他们需要我知道被打倒的地主恨我们,不让我们杀地主的贫下中农也恨我们,但是地主和贫下中农相互仇恨。 地主害怕,如果没有党的威望政者,那么你不仅是要失去土地,而且还要被贫下中农杀贫家。贫下中农也害怕,如果没有党在这里的政者的话,地主立刻就会反共倒算,连土地都跑不住,而且还可能会搞成刑事犯罪分子。 于是,双方处于相互仇恨的原因,尽管他们对党都怀有极大的仇恨。 因为贫下中农并不是白痴,他们很快就会发现,他们得到土地以后,由共产党分给他们的土地,他们付出了比给地主交出惨重的多了代价,但是只要地主还在他们身边,他们不敢背叛党。 而地主以上述出的理由,只要贫下中农还在他们身边,他们也绝不希望党离开。 这种相互仇恨的格局保证了村支书民兵队长诸如此类的人,那些本来是非常薄弱的统治。如果没有这样的因素的话,党的统治成本一定会大大提高。 相应地,党在它自己执下的机关,例如城里面的国有启示业单位,也必然地要有诸如此类的统治方法。 例如,天真的无产阶级会以为共产党会降的无产阶级,然而显然并不。党的手下肯定有一波出于旧统治阶级、各种黑武类、不同系统之类的反动分子在他周围,而这些人很可能会像是陈伯达之类一样,比真正的无产阶级更得宠。 而他出于害怕党委书籍权威倒台,会遭到造反派冲击的缘故,会采取比蒋介石更加凶狠的镇压无产阶级的手段。 反过来,所谓的反动阶级或者是被后来的启蒙知识分子和文艺小金发明为无辜受害者的那一批人,第一,他们根本不是什么无辜受害者。 虽然受害和所有的中国人一样,多多少少早晚是要受害者,所以受害者也可以,但是第一,你并不无辜,第二,你并不是同一个系统。 属于各军阀系统的人和属于国民党系统的人和属于其他教会系统的人,彼此之间向来是,他们彼此之间的仇恨经常是超过他们对共产党的仇恨的。 绝不会说是像共产党编达儿童教科书一样,因为共产党打倒了剥习阶级,所以剥习阶级仇恨共产党,贫下中东和无产阶级热爱共产党,其实不是这个样子。 例如,就在我的家族里面,属于青年党系统的人和属于国民党系统的人的仇恨是远远超过他们对共产党系统的仇恨的。 而且,他们在有可能团结起来,共同收拾共产党以前,就已经像唐王的系统和鲁王的系统一样,为了谁是正统以及谁是机会主义者、谁被判人的问题,彼此之间已经搞到就差引清兵入关来消灭你的那个地步了。 因为首先,你们全都是失败的。第二,在你们要反攻以前,你们首先要团结起来有一个共代的领袖,而在团结的过程肯定要涉及到第一,谁是正统的,第二就是压的,不是你首先被判人的共产党来镇压我们吗?你首先给我认个错再说。 另一方面说,如果不是因为你的政治的错误,我们像姜维一样假投降了下,还能在共产党的系统内保持很大的利益,现在因为你这么样胡闹一下,让我们全都赔光了,诸如此类的。 这样的问题,那就像是现在纽约民运里面的派遣斗争,是永远不可能有一个统一标准的。仅仅是这一点,你们内部的斗争就变成这样一种极其滑稽的状态,像难民的情况一样。 尽管你们理论上的大义名分是缓清复明,但是实际上百分之九十亿项的资源都用在相互斗争和残杀,为了证明谁的缓清复明路线才是最正确的这一点。 就凭这一点,你们也就注定什么也不行了。像诸如此类的事情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深入到每一个家庭里面的,因为共产党是鼓励妇女儿童或者家庭成员或者任何一个成员把她自己家庭的隐私向组织上报,让组织来给她打官司讲理。 这种事情如果不是涉及到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一般外国人并不知道。比如说最近新疆说的,派公务员下乡到维吾尔的家庭里面跟她认清,这种事情根本不是新的,只不过是以前没有涉及到其他民族的问题,所以西方人完全不注意。 至少在所有的国有企事业单位,我称之为农骑兵地区,一般来说南方周末之类的启蒙派自治分,称之为体制内人士,据说是被体制外人士羡慕的拿着高工资高福利过好日子的那些人,他们日常过的就是这个生活。 他们享受这些高工资、高福利、内部人待遇的代价就是,他们自己都是告密者,而且他们全都跟自己的告密者睡在一起,跟告密者生孩子,而且随时准备自己的儿子去向组织揭发自己。 他们如果,比如说一个单位里面,父子两个人都在同一个单位,儿子得罪了领导,那么领导可以通过,不找他本人,如果他难对付,可以对他爸爸说,你要不要把这个儿子送到精神的遍野去,要不然会给你自己的退休金照顾各种问题。 反过来,同样方法也可以用。如果父亲跟领导不合的话,你也可以对儿子说,如果你父亲这样搞下去,你将来在本单位工作,前途是有问题,他退休了什么也不在乎,你将来前途无量,你要好考就好,你将来前途可能没有了,你要不要把你爸爸送到精神的遍野去,诸如此类的事情是随时都会发生的。 所以,列宁主义底下,名义上、法律上登地的家庭其实是不存在的。他们的重要性比起你在学校、食堂的管理员或者寝室管理员来说还要更吃饶一些,他们基本上就是一个工作机构,跟你的组织关系相比起来的话是更薄弱、对你的生活影响更少的东西。 当然,在这种情况之下,这样的家庭就会有各种各样的特征存在,就是说他基本上没有维护自己共同体的热忱,而是双方之间就像是随时准备监视对方、准备相互取证揭发那样,准备随时公事公办,因此他没有充建、没有创造性、没有增值财富和各方面的动力,甚至连儒家过去的那种血缘家庭那种多子多福、增加人口的动机也没有。 这样的单位都像罗马的奴隶种植园一样,他们的人口是负增长的。生出来的孩子总是很少,孩子结婚的时间总是很短,总是有大量的人不结婚。 结婚的人,他们的家庭关系也是极其可疑的,他们的人口要不断地通过新毕业的大学生、新招的工人这种方式来不断地补充,基本上是一个负增长结果。 这是列宁主义建构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说在关键问题上它是瞒不住的,它是违反自然而自然趋向毁灭的一个基本结构。 就是在这个副组织度的基本结构之上,形成了一个颠倒的社会结构。其实就是没有生命力的社会结构,其在那些还有残存生命力的社会结构之上,依靠儒家家庭还保留着儒家家庭观念的老一代人生产出来的人口当农民工来展示延长它的寿命。 随着传统的儒家家庭观念的解体,农村人口衰竭,老年人饿死的自杀说明儒家家庭观念已经最后解体,共同体完全存在。大家在这种相互猜疑和相互产生的阶段,至少对于体制内人口来说,尽管体制内人口产生了启蒙知识分子和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大部分,而他们像是演戏一样重复着西方自由派的各种台词。 但是我敢说,没有一个启蒙派知识分子和自由派知识分子敢于设想,他在没有共产党警察的保护之下,在任何一个自发秩序的社会之下生存而能够不威胁自己的安全和利益的。 说实在,他们也就是表演一下,证明自己读过很多西方的书。他们说这些话并不是他们相议的话,而实际上他们的观众证明,我可是个很有学问的人,西方的书我全都读过了,我比你读的书多,读的书透,我讲的道理比你讲得好。 这些道理是不是要实行?对不起,绝对没有这回事。而至于除去极少数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体制的人士的话,他们没有相互残杀起来。 领导相信他不会被他的下属和同事吊起来割掉膏丸,或者是同事之间不相互残杀,全世界有共产党在。他们全都恨共产党,他们也全都相互仇恨,但是他们也全都知道共产党的结束那一天就是他们自己的末日。 尽管有一部分的人会先杀到另一部分的人和吃到另一部分的人,但是他们会全部像传说中太平洋大逃杀、鲁龙渝浩那艘船的船员一样,自相残杀自死的。 相反,有真实共同体,比如说蛮族部落,比如说帕美尔高原上的塔吉克部落,一旦失去了共产党的统治的话,他们必定会像安鲁山、哥苏汉那样,变成独立的藩政。 如果他们有那个胃口的话,长驱之路下山来征捕一把那拨顺民。顺民会像是佐郎玉的儿子佐蒙根一样,旧姓来了。如果清兵不来的话,我和黄德公打起来说不定还打不过他了。清兵一来,大家都投向清兵了,然后我们大家岂不都安全了吗? 清兵一来,张献忠的部队也好,李自成的部队也好,佐郎玉的部队也好,大家都安定下来了。没有被吃完的士大夫阶级发着内心的歌颂说,你们这是救民于水火的王室啊,大清取天下之人真是前手未有啊。广大的还没有被张献忠吃光的残余人口也觉得,不就是多一条辫子吗?大清来了以后,我们只要纳粮就能够得到人身安全。 大清没有来的时候,无论是张献忠的部队还是朱元昌的部队都是吃我们肉的,我们还不如给大清拿拿好了。如果共产党解体的话,那么像塔尼克兰那样的部落保证是赢亚的,而共产党手下的所有体制内人口、农村人口都将在智商的产生中灭绝。 至于在这中间有一个中间地带,例如改革开放产生出来的私有企业家、地下教会、诸子这些东西,就是我称之为叙利亚地区的那些人口。 如果你们有种,你们的共同体制真的有点分量的话,那么在这个兵荒网的情况下,你们应该像是罗马帝国解体败战亭皇帝带着国库的材材卷逃以后,匈奴人杀进意大利仇那时候的教会一样,你们应该有点办法团结自己的教众,多多少少能够混得下来,不至于完全灭绝。 如果你没有本事的话,那就当我白说,就是隆岐冰地区、张献忠地区来瓜分天下了,然后匈利亚地区就只会有内亚地区的蛮族之类的东西来接管空间了。 就体制内人口来说的话,他们是很科学的,有理论、有依据。 因为体制内人口都受过共产党一点教育,因此他们的言则上来讲都可以算是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也就是说他们都有你肯定如果经常上网的话会经常看到的中国自甘母小粉红的那种特点。 比如说,他可以说,你们台湾人都是汉人,你们凭什么样的独立?如果你问他说,西藏人从来不懂汉语,这照你能够说可不可以让他们独立? 他立刻又翻过来说,不行了,西藏自古远也是我们的。那么你标准到底是什么呢?他标准随时都变了。 所有的体制内,哪怕是机关传大士的大爷大妈,他们全都有这种面不改色的讲歪理的本利。你要通过讲理讲过他是不可能的,但是你如果一面一耳光删过去,而且用事实证明你删了他一耳光欺负了他以后,因为你是个牛逼人物,他的领导不敢出来出发的话,那么要他做什么都是可以的。 我发现这一点是经过了相当痛苦的经历,因为我是属于那种跟所谓两头针相反的,我是真正的民主小清新。 就是说,我曾经在二十五岁前后的那一段时间是完全按照自由民主的原则来对待他的,结果就会发现跟他们永远没反而讲道理。 而且他们发现你企图跟他们讲道理的话,他们肯定要利用你讲道的这一点无限期地占你便宜,而且他们的道理是完全相反的。 早上往东输了以后,往东的方向占了便宜以后,然后他晚上就会反过来说往西的方面想占一个相反的便宜。 然后你要问他你到底要占哪一方面的便宜,你到底是谁,从他们身上是得不出任何靠谱的回答的。 你只要给他们谈判下去,你肯定都是输,最后你会理解为什么日本人最后会说从此以后不跟国民政府谈判,或者说蒋介石最后会说天龙八步绝对不跟共同会谈判。 我看美国人现在还没有走到这一阶段,我很有把握说美国人早晚会走到这一天,因为你无论怎么谈判也没有,因为我在这方面有极其痛苦的阶段。 我可以具体地说,这是我的一个族人,他是属于我刚才描绘过的那种乱七八糟的斗争。如果你只是跟他嘴上说的话,你会发现他理直虽然认为他是正义的,共产党是邪恶的,你会错误地以为他要么是个国本人,要么是个民小。 然后你给他提出,既然是这样,那么干脆我们回去吧,回到老家去夺回共产党的同时你们始终夺走的东西,同时你也别赖在新疆。 那在新疆,无论在国民党时代,北洋军化时代,还是大清朝时代,这些土地都是少数民族的。你不能一边说是共产党夺住了你的东西,然后另一方面说是在共产党迫害了你们,另一方面说是在共产党迫害少数民族的时候,你又跟着共产党分他论的胜利果实。 那么你是什么呢?你不就是你自己一天到晚咒骂过的那些无产阶级屏下东楼吗?反过来,现在的共产党统治已经松动,要不我们一起回去,别的人斗不赢,倒也罢了。 我看了像是徒步冲创共产党的基层干部那些人,我还不能放在眼里,要不然我们就都有。 然后他们就马上反过来,发明出一套新的伟大理论说是,证明穆斯林是落后的劣等民族,我们代表现代化的先进力量。 所以,尽管共产党来撕穿我们是不对的,但是我们在新疆整部势力就是完全正确的。好吧,你永远变不赢他。 然后你反过来说,既然是这样,你说共产党是现代化的力量,你在这里跟着共产党,增压不合理,是个推行现代化的力量。 那么共产党带着一批满洲国的技术人员来,四川是没有什么工业的地方,共产党的满洲干部把满洲的工业基地搬到移民国际上,把当地工业化了,你是不是也应该支持他们一下? 然后他们立马就要翻脸了,什么?那些东北骗子,东北人全都是骗子,东北人全都是俄罗斯汇血儿,杂种基因裂等,凡是有俄罗斯基因就是有蒙古基因,从种族主义角度上他们都是我们高贵的中华民族,虽然中华民族是什么混血儿,到底是混了是哪一种血儿也搞不清楚,但是中华民族,反正他们全是贱人就好了,我们一定要把他们赶出去。 这时候他又好像变成,可是即使傻瓜也能够看得出,这两种逻底是不能并存的,我完全可以支持你把共产党带来的满洲人统统给我赶出巴首,但是这样的话,维吾尔人把你赶出新疆好像也挺合理的。 而反过来说,你跟着共产党把维吾尔人镇压还是很合理的,那么共产党带一群满洲人来镇压你又有什么火箭鬼都不合理?你难道一点都看不出来,你小子在新疆的地位就是你通骂了那些满洲人在四川的地位吗?你说你到底是在哪一方面? 但是你要说它是不可能的,它面不改是来告诉你,它在两边都有理。在四川是共产党没理,在新疆也是共产党有理的,你对这种人是不能不服的,最后我完全放弃了它们。 根据这方面的经验,我相信美国人早晚有一天,无论他们的资源多么丰富,早晚也会得出日本人、国民党人和我曾经得出的那个几个人。 就是说,一个人只要自己说他自己是中国人,那就是说他是不可救药的。如果他有点知识的话,那他就是一个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比起赤裸裸的无产阶级来说他更加可恶。 你除了要么隔离他,要么消卫他以来,确实是没有什么其他办法的。绝对没有在讲理的基础上能够共同创造双赢或者更加美好的未来,或者是达成什么协议。 你只要达成任何协议,它都会变成你的负担。因为你要撕毁协议有一点点心理负担,而他从来就没有打算过把他自己的任何一句话当真。 这种人是怎么培养出来的?我可以猜测,他们就是在共产党每一次,今天说希特勒是社会主义最大的敌人,英国人太坏了,谁竟纳权分子,明天就说英帝国主义是我们最大的敌人,希特勒反对帝国主义是客观上对世界革命是有利的,我们要给希特勒好。 然后像奥威尔说的一样,天主教徒说穆斯林是坏蛋,是几千年一直都这么说的,所以不影响了人格结构。 而共产主义者今天说希特勒是好蛋,明天说希特勒是坏蛋,每三年五年,今天江青同志是革命英雄,明天江青同志是大坏蛋,今天八龙八尺,明天又三个代表,反正每天都折腾,最后把人的道德和整个认知结构都折腾得更像模糊一样。 他们已经习惯于达到了佛学家所谓的不动心的至高境界,无论他说什么都像是一滴油从一个光化的台秀表面越过一样,他无论说什么跟他的心灵的稳定性毫无关系。 他心灵中唯一关心的一件事情就是,绝对机会主义,只要有任何人倒台了以后,我立刻就像贫下中龙一样上去抢一把,不要错过机会,无论他是谁,如果没有机会的话,随时创造机会。 在秩序比较紧然,例如在江泽民时代,大家在共产党的指挥之下都在忙着发财的时候,我就尽可能的什么也不干,让别人去干活,让他们干完活一活,然后尽可能的拿这一套台去分他的。 总之,如果有可能的话,我要去剥削那些有贡献的人,对他们忘恩负义。如果没有可能的话,我至少要确保自己绝不付出。 这绝不付出那就保证绝不吃亏,然后总有一些人会付出让你占点便宜的。 只要实行上述极其简单的逻辑,同时随时准备好说出各种各样的相反的台词,在不同的地方,例如在新疆你就可以说维吾尔人是劣等民族,然后在四川里就要说满洲人是劣等民族,诸如此类,在其他地方当然你需要其他的台词,但是这些台词要制造出来的话,对于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来说也不需要多大人的。 只要与中学生出生的红卫兵念口话那点本事的话,你就随时随时都可以制造出这样的话术来。 考据的那是多余的,谁给你搞那一套,你如果花时间去考据的话,考据中亚自古以来的居民到底是谁的话,那你就是傻瓜。 在你在会社区做那些考据工作的同时,别人早已经振振有词的,凭他扶脚蛮缠的手段已经捞到一笔酒了。 总之,你顺着这种手段,不但抛出你的各式各样的话术,然后以意代表、手足代足推行你的无产阶级策略,随时准备整人和准备占便宜,你的一生就接近于完美无缺了。 反正你至少是不是亏。即使最后大家都被打掉和吃掉了,相对于其他被打掉和被吃掉的人来说,你也是相对占便宜的。 当然,这种逻辑展开的结果必然会使大家彻底毁灭。如果暂时还没有毁灭,或者眼看已经快要大家都饿死了,而没有饿死了,那一定是由新的资源输入。 新的资源中断的时候,你们最后还是要得到这种下场的。 就好像说是,补金业一定会在最后一只金玉补完以前就破产了,因为补金是需要有成本的,所以资源输入者肯定也会在他自己会有某一天失去耐心。 而到了这一天,你们最终无法避免的结果还是会来临。但是这里面比较可惜一点就是什么呢?它是有传染性、有放射性的,就是说它会把原来有点品格的人、有一些资产阶级性格的人堕落化。 例如,我感受我自己就受到过这种诱惑。在我被上述的无产阶级流氓诱惑着为了资产阶级装逼的情况下,为了显示我老人家真是个牛逼人物,给他们做了一些很漂亮的工作以后,发现自己被剥削了以后,要求他们反过来报恩,又给他们忘恩负义以后,我就考虑过。 要不要,我也这样,我要什么都不干的话,显然调理给他们更好,领导绝对不敢问我值不值班了,然后我就坐着等,等下一步他们再招新人,我用同样的办法把他搞定。 但是,在于是同时,我又想到,这样在我五十岁或者六十岁的时候,我就会变得像他那样的人。如果那时候共产党突然垮台,或者在此间突然垮台,招不进行人来跟我剥削的话,那么我的下场就会非常之惨。 然而我反反复复地计算一下,觉得这种可能性挺大,所以就仰天长叹了一生,从新疆跑掉了。这就是我当时的真正动机。如果当时我的居住地不在新疆,而是在昆明或者成都,很可能我就不跑了。 按照我当时的预算来说的话,没有维吾尔人和藏人的地方,说不定共产党就变成了一个像大旗入关一样,就变成了一个二百年的长期王朝,那时候我可以等着剥削下一批人。是不是就可以这么搞了? 然后,我敢肯定我在2012年以前还不是很有把握地说,整个中国最后都会变成一个大新疆,在2014年以后这种把握产生了,于是我又得做下一次逃跑的。 但是这里面是坚不融化的,就像是本来没有放射性的物质,被放射性以后重新变成放射性的物质,然后再放射别人一样,这种文化是代代相传的。 就是说,我在延安整工的时候,被老油条整得七分八素以后,我有什么办法呢?我从牛棚里面放出来以后,我唯一办法就是,党把我放出来什么原因。 不是因为党把我整宴了以后,而是这时候党和蒋介石打起来了,正好需要很多干部,于是过去接下来的仇暂时先不算了,整人人和被整人人,整人人你去山东,被整人人你去湖北,你们都给我去打蒋介石去,省得你们自己都在沿,你相互之间打,当时的情况已经差不多是这样了。 然后呢,比如说你是被狠的那个,你没有办法追到山东去追到整你的干部,但是你可以跟着共产党的兵到湖北去,在湖北你可以把那些打了败仗的国民党军官,把那些地主资本家横横整一下,出一口你的心头之气。 然后你在那儿表演以后,被你整的那些人想了一下我为什么被整,他也可以走出相互之间的人,然后我去入党吧,我入了党以后,我反光再去用同样化的这些人,于是就像癌细胞扩散一样,共产党的文化就这样扩散开了。 请问延安那些时候负责整人的那些人是什么?他们至少有三分之二,如果不是五分之四的话,就是在江西的时候被别人整得死去活来。 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包括我们敬爱的毛主席毛泽东同志在内,如果国民党军队晚来三年,他们估计跟瞿秋白同志的一个下场是绝没有活路的, 国民党军队及时杀进了杠篮,迫使他们狼狈逃走,于是暂停了一下整人,临走之前又活卖了一大批。 于是这一批人跑到延安去,他们开始振振有词地用他们被整的逻辑来整那些投奔延安的进步青年和他们遭受的抗战新干部。 然而这些抗战新干部就按照我刚才的程序去到湖北、四川、其他地区去整国统区的广大地主资本家和广大人民,然后这些人学会了以后再做下一名的扩张。 扩张的结果是怎么样的呢?就是,新一代大家都尽可能向不生产的方向去走。就是说,你算计原先国民党时期的那些留学生的无产丁地手段,算计到我老人家这种人土上就完全没用。 就是说那些人是有荣誉感的。比如说有很多记者都可以看出他们当时的整容技术是怎么样的,因为你还是想要建军立业的。 像彭加木他们那一代人,你觉得你作为一个科学家是一个很有体面的人,你想要做出一些成就,而你周围的无产阶级和领导你的无产阶级党委书记是一点都不在乎做成就的,于是大家都把主要的精力用去搞运动了。他们做不出这个成就,他们觉得它毫无损失。 党委书记在1920年代自己也还是贫家中东或者诸如此类的社会渣诈,党把他们提拔为领导,他已经心满意足了,有没有什么科学成就跟他辟事。 无产阶级,他本来顶多是一个打工仔,现在拿到一个准工务员带又稳定的时候,他已经很不错了。你小子想的那些建工立业,这参观就是可以利用的机会。 他们可以随时把你不参加政治学去做实验的行为解释成为白砖道路,反过来打倒你。同时你做出了成绩,他们可以吃你的大锅饭。 而你出于旧史的资产界的荣誉感,你觉得混日子事件很可耻的事情,你要是做不出成绩的话,你留在美国的那些同学会笑话你。当初他们要留在美国,你一定要回国的时候,他们说你是傻瓜。 而如果你证明了他们很聪明,而你确实是傻瓜的话,你太没面子,所以你在这种所有人都给你脱后退的情况下,你还要很辛辛苦苦做实验的成就。 但是我就绝对不会这么做。我在大概一年零六个月的时间以后就已经得出结论说,这样的机关应该是我混日子的地方,而且我还要混得比你更厉害一点。 把我最初没有反应过来的那一年零六个月受到的损失给我找补回来,然后我就面不感谢这么做了以后。 然后有人来动员我,经常有人来用以前估计是他们的祖先用来对付的那些美国留学生回国以后的办法来动员我,说什么什么伟大的成就了,什么什么学术成就了,诸如此类的东西。 我非常清楚别人想法我不知道,我自己是非常清楚的,我心里想法就是干我屁事。 对于我来说,用最低的价格换得同样的待遇,那才是最好的事情。至于有没有什么学术成就,这与我有什么厉害关系吗? 有关单位的领导是谁,你先到他那里,从他那里把钱挖出来以后,等你费心费力地挖出钱那里以后,我可以搭便车进来插进来,或者说我也可以挂一个牌子某某研究所,然后我就什么也不做,然后等着你把钱拨出来。 你要让我再替你开拨,我自己去争取拨款,自己去干活,把事情搞起来,让你们大家分红,这事情你们还是别想好了。 做工作当然是可以的,但是就凭你们做了这么长时间的工作,据我自己的感觉来说,好像有五六年的自就。 这五六年的时间足够培养出一个大学生了,也足够让一个大学生读完研究生在家博士,你用这些时间你自己去干好了。 然后,刚才我描述过的那种消耗战,就是我在乌鲁木齐法医研究所里面的主要工作经历。这里面的妙许就在于,主要的工作就是用来论证自己不工作的合理性,以及为什么你应该工作而我不工作是合理的。 大部分时间都用在这件事情上面了。一般来说,就我见到的情况来说,双方都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这是一种江泽民时代的比较温和的版本。现在是习近平时代,我估计如果是在习近平时代,我还待在那儿再做同样的事情的话,那就应该进入相互揭发的阶段。 就是论证为什么你应该下乡到南疆的某一个农村去跟维吾尔人接亲家,而我应该坐在原地不动。 其实这些事情的词子跟土改时期,大家要论证一下谁该当地主,或者反右时期论证一下谁该当右派,或者是文革时期论证一下到底谁该上台下乡,谁应该留在城里面是差不多的事情,完全是尔以我大。 当然与此同时,领导还是要面不改色地教育我们说,家和万事兴,大家是一家人啊,大家要团结友爱啊。 但是如果你真相信他团结友爱,你毕竟是吃亏和被牺牲那一个。当然我也已经狡猾到不可能相信这些话的地步了,但我如果有旧式知识分子,就是1949年以前那些老知识分子的那种预感的话,我基本上在这样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公式之下基本上就要动心了。 但是由于我是社会主义之下培养出来的新一代大学生,所以我是没有他们所说的荣誉感。实际上,我有种相反的江湖荣誉感。 我把你们都算到了,哈哈,你们这帮白痴,你们还想算计我。我本来不一定在乎的,但是我就是要让你明白,你他妈的敢算计我,我让你看看到底是谁算计谁。 我一定要做一点事情来证明,我在领导面前的面子比你更大。例如,你不敢不值班的时候,我一定要不值班,你不敢不上班的时候,我一定要不上班,用这种方式来证明我才是VIP,你小子算个屁。 这种方式其实跟上次网上传说的那个随时某个游客进的动物园被老虎咬死差不多的,我闭上眼睛来想出他的动机。 就是这个样子的,动物园的规矩是你不能下车去跟老虎直接接触,但是如果我什么规矩都遵守了,那就说明我不是VIP了。 我是VIP,VIP的特点就是我可以不守规矩。如果你们都在车上不动,那你们是小人物,我一向可是个大人物。 但是问题在于老虎不浓的这一套说,他就被老虎吃掉了,这个逼装的有点那个。 所以这个装备也是有一定的分寸的。例如,我在乌鲁国齐的话,装备的话就要掌握分寸,要涉及到跟维吾尔人打架的时候你就不能装备了。 万一你装备装到你孤身一人陷入了敌人的群人当中,被人用乱死砸死了,那你就跟落到老虎嘴里面是一样的。如果你按照这种方式装备,你就见鬼去了。 但是如果在杨家没有打进门,或者说是维吾尔人没有发动暴动的时候,大家都在机关里鬼混的时候,你一定要不守规则,这一点是必须的。 甚至于在守规则很难很轻松,不守规则多多少少还要费点历史后,你也必须不守规则。为什么呢? 因为你守了规则的话,会释放出错误信息。第一,会使很多吃瓜行动认为你不是重要的人物,第二,会使另外一些人认为你这人比较好说话,那的话你的麻烦就多了。 你一旦被人认为好说话的话,就有很多烂死机会找到你门来。 所以,即使你本质上并不是很喜欢蛮不讲理的人,你一定要用一定比例的投入去做蛮不讲理的事情,就像是孔雀开平一样释放出信号,这样可以给你免掉很多麻烦。 以后从常识段来看的话,这是你维持你在机关里面生存的必要条件。你必须随时欺负下人,不欺负下人,别人就会以为你挺好欺负的。 总之,基本逻辑就是这样。当然,这样性质的机关闭上眼睛我也可以想象出,他们不可能因为引进了什么美国的先进武器或者什么天网工程或者什么东西,就会有战斗力。 会发生的事情必然就是,在任何能够稍微有一点战斗力的事情组织起来以前,大家自己已经先打翻天或者闹翻天了,同时最有本领的人像闪电一样逃走了,谁跑得最快跑得最远,跑到美国那些人是最牛逼的。 当然,黄俄的后代可能是例外,但是改革开放干部都是这样的。能够跑到口内的人是很牛逼的,跑到杭州的人比较牛逼,跑到香港的人更加牛逼,跑到美国的人那就是牛逼冲天了。 好吧,然后照我这懒惰的习惯来说的话,我敢说我如果不是生活在这样的生态环境中,我不一定会跑到美国。 就是说,我假如生活在明朝、士大夫那种生活环境中,我可能会变成一个提笼、驾咬、没事写点、小诗、尽可能地在原地懒惰下去的大懒虫,同时还把自己的大懒虫、懒虫行径解释成为迎风弄月的风雅。我最有可能变成这种人。 在其他地方,我最有可能变成一个鬼愤的文学青年。但是如果我在我所在的生态环境中真的这样搞下去的话,我就要面临一种被别人认为是其实并不牛逼人物的压力,为了使自己被人认为牛逼的话,我就必须这么做。 当然,既然留下的人都被认为是不够牛逼,而被迫上了前线或者被迫做了工作的人会认为你干活这件事情就是你失败的象征,那么你当然不要指望他们能干出什么好活的。 有本事的人绝不干活的,所以你不要指望他们能干什么事情来。当然,这样的机构必须依靠不断的输入才能维持。 所以,我在美国以后有一个发言,就是说美国华人当中被共产党欺骗的人反而可能比机关干部要更多一些,因为他们没有跟共产党的机关有过直接的接触。 共产党的机关就是如我上前所述。没有一个成功的机关干部会对共产党有丝毫信心,但是指不定纽约法人当中还有一拨人是真相性大国正在绝齿的。 共产党内部结构的分析,我相信大部分台湾人和中国生活的人都没有办法听过。 非常谢谢你,我们下期再见。